蓝光法船登场承载着竹筒岁月 汇聚来自各方的爱 扎扎实实的法船 是环保理念加创意巧思 362只宝特瓶打造而成 之前就是在放椅子 要做比较扎实 比较耐用一点 刚好它又有轮子可以推动 刚好把它拿来运用到这个船体身上 船体骨架都是刚刚好 刚好有回收到珍珠板 跟人家活动的铁架 折成船的支架的形状 师兄有师兄的功能 就做骨架 师姐有师姐的功能 细部的部分他们就做得很好 刚好一切都是刚刚好 回收来的东西 刚好都很符合这一艘法船的size 才会在短短的19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可以正式起航 蓝光如果说正对人的眼睛的话 会造成很大不舒服 我们就把它反过来 往里面照射 可以撑到你们表演完吗 应该可以 志工来自屏东 创意的连结来自临海小镇 与花灯灵感 屏东彩排的时候 师兄师姐就说 你们的感觉好震撼 我说对 这就是海盗 然后他们说 海盗 我说对啊 就是我们临海人的盗器 看了一片光芒 用爱 用爱在人间 人海茫茫中 需要造船 要造出来 慈航普渡 大家新闻 吴亦轩林道明 高雄报导 我们就会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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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